台东的好山好水好空气 是许多民众的最爱 不过许多景点却没有计划 画设吸烟区 民众在这里游玩的时候 仍会不经意地吸入了二手烟 先议员黄志维就特别建议 卫生局和环保局 应该针对市区的旅游热点 例如铁花村、海滨公园等地区 画设吸烟区 保障不吸烟民众的健康 不吸烟的民众 大多对于二手烟都十分的反感 在政府实施烟害防治法后 许多室内场所全面禁烟 并划设吸烟区 不过户外却没有相关的规范 议员黄志维特别做出建议 希望县府能够对市区的旅游热点 进行相关的规范 早上的时候去铁花村绕了一下 然后我有突然有个想法跟建议 想跟局长做分享 我不知道在座有多少人在抽烟 当然我这样讲可能会影响了抽烟的人的权益 但是我相信大多数的人是没有抽烟的 我希望 我不知道这谁的业务 不知道是交官的业务 还是环保局 还是卫生局的业务 就是说我希望未来在包括森林公园也好 或是铁花村也好 或是台塘或是其他像人多的地方 会有聚集的问题的地方 能够设置归类哪些地方是可以抽烟的 因为目前看起来铁花村如果没有说哪一个地方可以抽烟 那是不是我今天有抽烟的人我只要在户外我打火机点了就可以开始抽烟 我想这个必须规范 因为大部分的人是不好意思跟隔壁说 欸 少年人拜托你不要假婚 因为也怕被打或是被怎么样 那我相信这要由我们政府部门来提出规划 例如说整个铁花村设置几个可抽烟的地方 其他的地方全面禁烟 因为我想你在路上一边叼着烟一边走路 影响烟味影响的我相信不会只有周遭 因为烟味会飘散 我相信附近的地方可能民众会 对没有抽烟的人来讲 闻到烟味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 这部分我提出意见 我请相关单位一起来提出计划 宁定计划看要怎么做 让这些公共区域能够设置它专有的吸烟区 黄志伟强调 巨蚀二手烟是大家的权利 县府应该检讨出旅游热点 细心规划 也是营造友善环境的好做法 记者潘俊伟台中市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